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新观念 然后和我们的传统 有一个有机的对接 接上以后 你就会发现这个传统 在焕发自己新的活力 所以两个年轻人 它其实代表着 很多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的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奋斗 当你到外面走多了 你才知道你的家乡有多好 中国文化的自信 这是做不了假的 身为中国人的一种自豪 你们可以在我身上 看到每一分都是真的 这种文化自信在今天 是我们看到的 在其他有很多 非遗传承的地方 都是一样的 没错 我们今天一开始就在谈 什么是生生不息 怎么表达生生不息 今天通过两位年轻人的 这种设计创造的过程 我们看到陶瓷文化的 生生不息 所以看来我们还是无法 去预先下什么判断 那这样我们就各位老师 咱们一步一块去看看原件吧 好 走